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昨天關鍵一戰 中華隊對戰波多里格 雙方打的是難分勝負 一直拼鬥到了延長賽 可惜中華隊在十二局下遭到了波多里格一擊全雷打逆轉 最後是以4比7落敗 無緣晉級八強 連續四場比賽轟出全雷打 大師兄林智勝對上波多里格在線火力 四局上敲出一技陽春炮 幫助中華隊先拿下一分領先 不過換對手主攻時 中華隊捕手發生接球失誤 讓對手抓到機會 綁回分數 儘管比賽回到原點 但中華隊先發投手郭俊麟 頂住壓力 在多次被攻占得點圈時 郭俊麟都能及時化解失分危機 主投八局就狂飆10K 封鎖了對手打線 但雙方比賽陷入膠著 九局結束還分不出勝負 戰局拉到延長賽 打到十一局上 中華隊功德滿累 準備要突破僵局 能打多遠是多遠 這是一個安打 這個安打球的出現 中華隊得到了分數了 蔣志賢這一季安打 幫助隊友衝回本類 緊接著高志剛這一棒再冠進一分 讓中華隊以3比1領先 只是波多黎各任性堅強 十一局下靠著連續安打 又把比數搬回 比賽來到十二局上 中華隊靠著對手抱頭拿下分數 原本差一步就要贏球 但波多黎各卻轟出了拳雷打逆轉局勢 這球被拉起來 在右外野方向掉下來 這支滿貫拳雷打 讓中華隊以4比7輸掉了比賽 而曾擔任多次中華隊捕手的高志剛賽後也說 這是他最後一次批國家隊的戰袍 宣告結束十六年城棒國家代表隊的生涯 而預賽戰機 中華隊和波多黎各 都是兩勝三敗 但比較兩隊對戰關係 中華隊落居第五名 確定無援晉級八強 季九綜合報導